12月7日A股分析 创业板只跌于1% 北向资金净满入近80亿元 2021年12月7日 截止收盘 互值涨0.16% 报收3595.09点 深成只跌0.38% 报收14697.17点 创业板只跌1.09% 报收3368.78点 两市成交额较上亿交易日减少38.68亿元 合计成交11997.39亿元 板块方面 概念股 资金流入最多的概念板块为央视50 上证50 工程机械概念 工业4.0 正金持股 分别为27.47亿 26.04亿 20.81亿 17亿 16.77亿 资金流出最多的概念板块为融资融券 富士若素 深股通 银电池 新能源车 分别为-322.71亿 付过246.06亿 付过212.34亿 付199.27亿 付162.44亿 涨幅最多的板块为 租售同权 培育暂时 工程机械概念 昨日涨停 超级品牌 分别为2.77% 1.92% 1.88% 1.88% 1.82% 跌幅最多的行业板块为 能源金属 电源设备 航天航空 电子化学品 电池 分别为-4.31% -3.92% -3.81% -3.75% -3.69% 明日可申购新股为两支 风光股份 申购代码 301100 发行总数 5000万股 网上发行 1425万股 顶格申购需配市值14万元 申购上限 1.4万股 发行价格为 27.81元 顶购新股 顶购新股